政府打算要帮军工教人员加薪 也呼吁民间企业赶快跟进 但是有工商团体表示 个别产业的营运状况不同 各家公司的制度也不一样 像是部分企业今年已经加过薪了 还有的企业每年都会根据员工的烤机来调整薪水 但是要看个人的工作表现 可不是人人有讲 军工教加薪有望 民间企业也能跟进加薪吗 工商团体认为 应该由企业考量本身营运状况来决定 毕竟有的赚钱 有的却还在亏损 不过也有企业制度比较完备 员工每年都根据烤机调整薪水 企业他要不要加薪 我想由企业界自己去衡量 来做决定 而且不是每个产业都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对啊我们每年都有啊 我们去年给员工还加了超过10% 你说今年刚才加薪 当然今年都没有加薪 今年加的幅度会不会比较高 还不晓得 以产业来说 今年第一季包括电子和法律业 准备加薪的幅度超过4% 金融和建筑业也间计4% 平均有3到5%的涨幅 而加薪幅度比较小的 大多是批发零售 制造运输等传统产业 平均只有1到3% 有人力银行分析 科技业营运有成长 但传统产业只是回到金融海啸前的水准 加薪幅度有限 科技产业的变动比较大 那传产本身来讲 我想整个金融的海啸 也是对它的营运造成一些影响 但是我想整个传产 它包括通路 包括一些的服务业 制造产业 它恢复到一个稳定的机器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在加薪的服务上面 也许不是这么高 人力银行业者观察 科技业虽然第一季表现亮眼 但日本震灾冲击 以及新台币升值 造成的汇损 目前都还没有反映出来 所以第二季到第三季 营运前景还是比较保守 不过景气逐渐回升 科技业普遍都在找人才 整体劳动薪资水平还是会拉高 记者环如庄志诚综合报道